最新的房貸負擔率數據出爐了 果然不出所料 這個數字再創了新高 內政部公布今年第一季 全國房貸負擔率高達38.35% 不但年比增加了1.81個百分點 季比也上升了0.52個百分點 這個數字代表的意義是 全國民眾的家庭可支配所得 有將近四成要拿來還房貸的本金跟利息 股市下跌 大環境轉差 再加上房貸利率上升 民眾想買房停看廳 另外我們也可以從最新公布的 6月跟7月買賣移轉動數統計的數據看到 六都房市可以講說是呈現價量被離的怪異現象 歡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阮木華 其實要理解房市價量被離的怪異現象並不難 首先有自己房子住當然是最好的 但是買房當然要考量還款能力 能力不夠的也只能先租房了 全台房價從2016年到2017年 見到低點之後是一路上漲 近兩年甚至漲到這個蛋白區的台南跟高雄 現在不是只有北台灣房價高 南台灣的房價也不低 民眾買了房就要背負房貸20年甚至30年 賺的錢一半拿來養房都不誇張了 根據內政部發布的房價負擔能力調查報告 今年第一季全國的房貸負擔率高達38.35% 各地方最高的當然還是台北了 這個房貸負擔率高達64.91% 六都中最低的是桃園負擔率呢 也有31.5% 其餘新北市是51.45% 台中是45.08% 台南跟高雄分別是36.84% 跟35.9% 那值得注意的是 全國房貸負擔率相較去年上升了1.81% 但是台南跟高雄都大增了超過5個百分點 顯示南台灣房價大漲之後 民眾居住的成本的支出負擔也是越來越重 所謂的房貸負擔率 指的是以20年的本利平均攤還貸款7成 計算出來每個月應該還的本利 再去除以家庭每個月可支配的所得 所算出來的比例 一般來說 如果房貸負擔率在30%以下 是可以合理負擔的 但是南台灣的房價風漲之下 全國六都已經沒有一都 這個房貸負擔的比例是在30%以下了 代表是只要在六都任何一都 買了房子 每個月房貸本利還款的壓力 對一般人而言都會超過合理值 尤其是在雙北市買房的民眾 可支配所得的一半以上 甚至到了六成都貢獻了給了房子 更何況還有孩子車子要養 居民的生活壓力就可以想見了 既然買了房 當然就不可能賠錢賣 房子的裝潢跟雙方買賣要付的仲介費 房子買賣要付的各種氣稅 這一類的規費 就自然而然的把房價墊高上去了 沒有人願意賠錢賣房 興建案加上中股 就在各種成本上升推高之下 房價不就越推越高了嗎 高到居民是無力負擔 但是除非有特殊狀況 一般都不會賠售了 自然就會形成 賣價高高掛 但是沒有買方追價 這種成交量窒息的情況 今年6月 六都買賣移轉動數年比大減了14.9% 房屋交易出現了單月的大衰退 如果再看上半年 六都買賣移轉的年比 也減少了2.2% 這顯示了房市是呈現房價不跌 但交易量大輸了現象 而且交易的流動性也停滯了 這個六都的買賣移轉動數 台北六月呈現是年月雙減 月減了20% 年比也大減了17% 七月的數字則是稍有回升 月減是7% 年比是增加17% 高雄市六月是月減將近8% 年比大減了20% 七月則是呈現月減20% 年減還是減少了10% 民眾想要在台北有房 房價所得比高達16.22倍 六都最低的桃園 也要7.87倍 那房子說好聽的是保值的資產 但是在房貸還清之前 他也是負債 房市交易清淡 最痛苦的行業就是房仲業了 最近四大房仲 其聲喊出看淡下半年房市 除了說出事實之外 用意無他嘛 就是希望屋主不要再那麼堅持價格 否則在買方不願意追價之下 那交易量自然出不來 房仲業不怕房價漲 也不怕房價跌 就怕沒成交 這可是這個行業經營層面上的特質 還喜歡今天的內容嗎 別忘了按下方的愛心哦 並且分享給親朋好友 也請訂閱Light Today的官方帳號 就不會錯過芯片哦 Today才知道 天天帶您掌握全方位的財經資訊 每天下午一點 Light Today的理財分類 準時上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